近日约有30名由阿弥陀佛关华中心简称ACC助养的院童 利用当地暑假前来台湾进行行愿分收感恩之旅慈善巡演 并到各地学校进行校际交流 8号上午其中的14名院童在纳米比亚ACC院长陈敏如率领下 来到了新店区大峰国校 校长江梦佑与团队首先安排参访团前往国际文教中心进行校园导览 由于目前文教中心正在展出日韩文物展 因此也规划让纳米比亚的院童体验日本哲职文化 到台湾就是要感谢我们的助养父母助养爸爸妈妈 那再来也进行一个教育交流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到不同的学校去学习 然后去认识台湾这么好的一个教育体制 那也展开他们一个国际视野 我们学校校本课程本身就有国际教育 那透过今天的一个交流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台湾的文化 还有跟我们非洲的孩子一起做交流 那也希望他们把他们的国家的一些文化 来跟我们做一些跟孩子一起做互动 由于非洲当地医疗资源普遍不足 所以ACC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必须学习中华武术强健体魄 这次他们也带来了武术表演 除了展现灵活的身手 当中穿插的前空翻后空翻 更不时夺得司令台下大风学童的赞叹声 第一次来到台湾的一月 以及如常都表示 他们感受到台湾学生的快乐学习 也希望可以将难得的经验分享给无法前来台湾的其他院童 来到这个学校 很漂亮 绿绿的 有很高的树 还有很热闹 看同学们都很开心住在这个学校 来这边读书 我为了帮助纳米比亚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说话 得到很多的事情 然后回去纳米比亚我会跟其他人分享 纳米比亚院童在ACC院区除了非洲正规教育 也学习中华文化 因此都能够听说中文 这次与大风院童面对面交流 相信一定能够激发出不同的火花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